在商场意间不起眼的小杂物室内 接到手机的灯光在里面亮起 里面的所有人各个都摒弃宁神 脸色苍白 满脸惊恐 他们是唐老板 罗大师 李经理 丽杰等人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严丽 严丽此刻脸色格外的难看 他看着眼前的这扇门 上面被他涂满了腥红的鲜血 这些鲜血凝固不散 就像是在从门板里面往外渗出一般 不断的滴答 滴答冒出血液 鲜血滴在地上已经汇聚成了一滩血迹 动静没有了 看来那只鬼暂时是进不来的 严丽此刻大松了一口气 他看了看双手满是鲜血的双手 脸色并不太好 大 大师 应该没事了吧 唐老板惊魂未定的问道 他们之前本来是很顺利的来到五楼 准备从安全通道离开的 然而当他们来到五楼之后才发现 所有的门都不知道被谁给锁住了 想着砸锁离开 然而就在他们砸锁的时候 他们身边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身后有人突然倒在了地上 没有了脑袋 当时吓得他们顾不得砸锁离开了 直接就四散而逃 还好遇到了严丽 被严丽带进了这个杂物间 关上了门 这才幸免于难 可是情况并没有就此平息 就在刚才 大门之外突然传来了一下又一下的巨大撞门声 外面仿佛有什么东西正要撞开杂物间的大门冲进来 就连锁都给撞坏了 那力气 绝度不是人应该有的 其他人看见 严厉的手中流出鲜血 他将鲜血涂抹到门上 一切的动静方才平息了 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太久 而且门外的那只鬼已经盯上我们了 知道我们在这里 他还会继续攻击我们 坐在外面等着我们 严厉道 他现在的这种情况就和之前杨坚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只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了这只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那 那现在怎么办 我会不会死啊 一旁的李经理害怕的问道 严厉道 轻轻一哼 要死也不止死你一个 你怕个什么劲 之前早就和你们说了江湖骗子信不过 找什么风水大师来看风水 做法是 真碰到鬼了躲得比谁都远 说完偏了角落一眼 之前那个一脸从容自信的罗大师这个时候躲在那里瑟瑟发抖 哪里还有之前那只高气扬的神棍样子 严大师 那你快想个办法啊 一直躲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只要能离开这里 价钱都好说 唐老板有些急了 他感觉自己越待下去越危险 只有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商场才会没事 别吵 现在是钱的事情吗 严厉低喝了一声 他此刻也很急躁 因为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商场里的这只鬼男对付程度超过了他的估计 而且成为遇鬼者之后 他的极限也马上到来了 就在他们一群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杨坚却不急不慢地顺着电梯 打着手电筒往楼上走来 你不害怕吗 一旁的江燕牵着他的袖子 缩着脖子 眼睛四处乱看着 生怕某个黑漆漆的地方就走出来一只鬼 当然怕 不过怕有用吗 杨坚若无其事道 怕难道就不会死了吗 碰到鬼越是恐惧就越是容易死 之前你能躲在厕所里四天没有被那只鬼袭击 只能说你运气好 但 想要活下去 靠运气还不够 还要靠行动 坐以待毙 只有死路一条 说话的功夫 五楼到了 一路平静 什么动静都没有传来 杨坚拿着手电筒对着周围照了一圈 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只是在安全通道的门口看见了一颗脑袋 脸色惨白 闭着眼睛 脖子处就像是断裂了一样 一滴鲜血都没有流出 如果不是没有身体 这颗人头就仿佛睡着了一样 神态安详 这是罗大师一行的那个人 杨坚神色微动 不过他是被鬼杀的 江彦看着那脑袋 吓得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叫出来 之前杨坚叮嘱过 无论见到什么别乱叫 监控室在哪 杨坚道 在那边江彦指了指前面道 杨坚顺着他所指很快来到了监控室 此刻监控室的大门打开 锁上面插着一串钥匙 里面灯光亮起 像是有人进去了里面 不是停电了吗 怎么里面灯还是亮的 江彦经一道 杨坚目光一凝 不是停电 而是有人故意把商场的灯关了 一般来说商场怎么可能会停电 如果真停电了 我也不会来监控室了 然而当他走进去的时候 他顿时愣住了 监控台前 一个人坐在那里身体有些僵直 一动不动 这个人穿着保安服 而且座位旁边有一些水迹 似乎他的裤脚是湿的 仿佛刚刚从厕所里走出来 是同事 江彦并没有看过杨坚手中的那张照片 下意识地喊了一句 那人听到声音立刻转过身来看了一眼 并且回了一句 杨坚 你怎么来了 刘强 杨坚脸色顿时一沉 他现在的手机相簿里还有那张在厕所里拍到的保安服照片 而整个商场除了刘强和自己之外 没有第三个身穿保安服的人 太好了 原来你们认识 江彦有些欣喜 因为又发现了一个活人 总算是有一点安全感了 我是公司的会计江彦 很高兴认识你 他想要上去打招呼 不过却被杨坚制止了 杨坚给他看了那张照片 先看看这个 这张是之前在厕所里拍的 江彦看了那张照片 昏暗一片的厕所里 一个身穿保安服的人似乎刚刚走出去 正好拍到了半个身子 江彦看了看照片 又看了看刘强 顿时美眸争的老大 一股恐惧涌上心头 刚刚伸出去一点的手 像是触电一样猛的收了回来 然后捂着嘴急忙躲在了杨坚的身后 贴墙站着 别乱动 杨坚伸手一拉 将其靠在了墙上 江彦当即死死的靠着墙壁 不敢乱动 这女人的确是很聪明 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你们这是怎么了 刘强走了过来 有些纳闷道 杨坚看着他道 没什么 商场闹鬼 有些人走散了 所以来监控室看看 对了 你怎么在这里 他和平时一样和这刘强交谈 但他心中已经将刘强直接定义为鬼 刘强道 闹鬼 哪里闹鬼 我怎么没有看到 之前我看商场停电了 所以就去看看线路 见到监控室还有灯没有灭 就进来看看 坐了没一会儿你们就来了 是这样 杨坚警惕地看着他道 你除了我们之外 还看见过其他人吗 没有 没找到他们 刘强摇头道 是吗 那你能帮我调一下 以前的监控看看吗 杨坚道 刘强道 没问题 这东西我拿手 说完就坐了下来 开始调这以前的监控 杨坚走了过去 低头看了看他那失掉的裤脚 你之前去了厕所 没有啊 你问这个做什么 刘强回道 没事就随便问问 杨坚道 我们下誓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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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